中国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于2月4日开幕 美国联邦调查局1月31日呼吁运动员前往中国参赛时 不要携带次人手机应改用极其手机 FBI提及运动员有可能会遇上恶意网络活动 FBI指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家奥委会亦极以对网络安全的忧虑 而向他们的运动员提出类似建议 俄罗斯科林姆林公周三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强调他们对国际安全的共同愿景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顾虑优利·乌莎科夫说 一份关于国际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联合声明 已经准备就绪 据乌莎科夫透露说 共同声明将包含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愿景 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 美国政府一名勾集官员周三说 口律到乌克兰局势升级 美国计划在东欧部署3000名士兵 以加强北约部队的防御 据报道 约2000名士兵将从北卡罗来纳州 布拉戈堡排往波兰和德国 另外1000名已经在德国的士兵将转移到罗马尼亚 北约秘书长颜茨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他欢迎美国决定向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增派军队 中国皇家空军出动多架台风型战机升空 拦截及护送4架接近领空的俄罗斯轰炸机离开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战斗机从皇家空军位于苏格兰的基地起飞 并得到空中加油机的支持 德国广播监管部门2月2日宣布 由于今日俄罗斯缺少广播许可证 德方将禁止今日俄罗斯德语频道的传输 YouTube去年早些时候删除了今日俄罗斯德语频道 去年12月又封锁了今日俄罗斯另一个子频道 气候变化正导致英国的植物平均提前一个月开花 这可能对野生动物、农业和园艺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剑桥大学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 利用一个可追随到18世纪中期的公民科学数据库 发现在最近的全球变暖下 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导致英国的植物提前一个月开花 研究人员查阅了自然日理中的40多万条记录 研究英国406种开花植物的变化 国际人权联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31日联名向欧盟发出公开信 呼吁欧盟扩大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制裁名单 承接对中国西藏和东托决散的人权压制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 他们提议的措施包括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